新采买的红薯能不能顺利出手 林兆平忐忑不安 会担心说这个错会不会出问题 堆积如山的红薯 销售不出去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帮帮团专家一语种地 他究竟倒出了什么样的门道 像这个好的红薯药 它的表面外表就比较光滑 你看一下 闻一下这个 有那种苦味 就我们来吃的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巧选红薯生财有道 清晨天刚亮 福建省连城县的各大红薯加工厂 就开始忙碌起来 近年来 连城县红薯加工产业稳步发展 全县从事红薯种植 加工销售的从业人口 达13万人 这里50多家红薯食品 现代加工企业 生产着100多个种类的红薯食品 每天大约要消耗2000多吨的红薯 如此大的需求量 仅靠本地种植来供应完全不够 于是吸引了其他产区的红薯 源源不断地供给给这里 各地的货车 是其中一位 在他眼里 代办这个职业 既能汇立众多红薯种植户 又能与企业共赢 桥梁的价值 激发了林兆平好胜的心 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事情的发展没有那么顺利 求助人林兆平 从事红薯代办工作四年 主要诉求提升红薯采买技能 接到林兆平的求助 帮小妹抵达现场进行调查 你是在这里现挖红薯 然后现买吗 对啊 我们就是这片就我定了 作为红薯代办 他们是非常辛苦的 要根据各个产区 红薯的收获时间来采买 一年四季大多数时间是在外地 根据收获季节选产区 这是红薯代办采买工作的第一步 进入11月后 福建当地的红薯开始采收 小林这批红薯怎么样 这批红薯非常好 就是我们来找的 本来不然他们要卖市场 像走鲜石的 但是我们来找 后面我全部给它定了 明白了 今天是你来找的 这个鲜石的它没有卖出去 还没来得及卖 对 还没来得及卖 就被我给盯走了 不是每一次林兆平 都有这样好的运气 通常情况下 种植户会把个头均匀 表皮光滑的红薯 作为红薯产品 直接送到市场 卖高价 地里剩下的红薯 才会让林兆平他们挑选 这种情况下 就非常考验采买的能力 田间地头现场选货 这是红薯待办采买工作的第二步 要拉这批货是去干什么 拉到加工厂去加工红薯干 加工成红薯干 对 一般看货你们是怎么看法的 就是我们现在皮毛也不错 这个颜色也不错 看着比较亮 然后它不会 红红的 它果肉里面颜色就金黄金黄的 现在咱们就要等着 把这个红薯全都弄完 装上车就可以拉走了是吧 虽然小林这一批货 看起来都还挺不错的 我隐隐于约总能感觉到 小林还是有一点担心在里面的 对于加工企业来说 红薯一日而色变 二日而香变 三日而未变 所以他们会要求红薯待办 尽快把红薯送到厂里 日夜兼程 就成了明照平他们的家常便饭 快马加鞭运输回工厂 这是红薯待办采买工作的第三步 我们得要求司机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尽量往前干 会担心说这个货 会不会出问题 今天这车红薯能不能卖出去呢 他心里也没太大把握 当场面货接受考验 这是红薯待办采买工作的第四步 行不行呀 说实话 看着那个人在验货的时候 我心里边挺紧张的 我真的是替他捏着一把汗 就怕人家不受 这时候反正问题也不很大 反正有点小毛病可以 总体还过得去吧 总体还可以 下次要注意点吧 下次我就这种地头 我就给他剪掉吧 对对 这种地把他们调下 好嘞好嘞 等下我叫卸时冷了把他卸掉了 好嘞好嘞好嘞 踏实了 至少顺顺利利地把这个货交出去了 林兆平如释重负 他决定乘胜追击 找准时机谈合作 这是红薯待办采买工作的第五步 我现在站上来也是 就是我跟你共同好了之后 我现在到 我们到农户那边去 把这个价格给他锁死 我们就是交定金 就是跟他签纸质合同 这个反正你就到时候 质量给他把关好 如果这原料不采购好 这个产品过来 我们也不能加工 如果这个问题到验手的时候 就是直接锯抽的 不是每一次采买的红薯 都能这样顺利地卖出去 近期林兆平的几批红薯 都出了问题 他正想办法处理 咱们现在来的是什么地儿啊 就是我们这边一个仓库 仓库 对 全是红薯吗 对 就这边全部都是红薯 怎么这么多的红薯在这儿啊 这边差不多70吨吧 就是这批货回来的时候 不是特别好 然后就拉回来的时候 卖不了 我们就找这仓库给它存起来 这是没卖出去的 对 没卖出去 刚高兴一场 这个货终于可以卖出去了 没想到又来到了一个仓库里 这里竟然又堆积如山的红薯 太多了都卖不出去 那这下小林该怎么办呢 这该如何是好呢 为什么卖不出去呢 我们在买的过程中 看的是好的 到家都是坏的 像这种是吗 对 这个就是已经有个别发现烂的了 这怎么都变成这样了 这个就坏了 一旦它坏起来 这个里面坏的这个 汁一旦流下去了以后 整个坏的就非常快 然后红薯它烂的越来越多 看看 这种不还挺好吗 整体货它就都不要了吗 现在就是想着怎么样抓紧 给它处理掉了 就是便宜一些我们也要赶紧卖掉了 就开始变质了呢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林兆平一头雾水 根据林兆平的情况 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 找到了同为红薯代办的陈德生 帮帮团专家陈德生 从事红薯代办工作20年 早上6点半天刚亮 从河南采买回来的红薯 刚刚到达连城 在送到企业之前 陈德生再次对红薯进行了检查 确保这次采买顺利完成 每道一车红薯都要仔细检查一遍 这是陈德生近20年的习惯 也正因如此 他在这个行业有着很好的口碑 70吨采买的红薯卖不掉 林兆平迫切希望能找到原因 帮帮团专家能否帮助他走出困境 敬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乔选红薯生财有道 帮帮团专家能往帮忙 能否帮助他走出困境 路上没耽搁 储存又没有问题 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全部都这样的 你看 像这种是水分很缺烧 缺湿的吧 那他这批货等于是不太好的货 这批红薯是在买的时候 没仔细检查好 里面有问题没看出来 导致拉回来卖不掉 就像我们刚刚出道的时候 去掉的时候 拉回来的时候 很相像 很接近 经过一番查看 陈德生把重点集中到了 选货这个环节上 小林选货会出什么问题呢 他却没有在现场进行解答 而是提出了一个 让林兆平费解的要求 我把你这红薯带走的部分 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给你细细再说一下 还要聚起来的地方 还要拿我红薯啊 我想说你拿走干什么呀 陈德生挑选了一些红薯后 把林兆平带到这里 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来 你大家先品尝一下 这些地瓜美食 在连城 那些粮食紧缺的年代 清黄不结实 因为有红薯的存在 让很多人免于饥饿 那个时候 红薯可以说是救命粮 因此当地老百姓 便换出了多种做法 全县50多家红薯加工企业 生产着大约160多种红薯产品 各有各的特点 产量最大 销售最好的 就是眼前这几种 那你品尝完以后 我带你们去 亲自做给你们看一下 这红薯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对 让它自己去做 然后我们再给它解释 也许它就会比较清楚一点了 在陈德生看来 要想做一个合格的红薯代办 需要具备几方面的能力 一是了解红薯的生长特性 二是对红薯的形状品质等 了如指掌 三是通晓红薯加工企业的需求 那么这几方面 林兆平表现如何呢 这个是小林带过来的 那边的 先刮皮 对 我就刮这盆 这是 好的 一人一盆 我自己那边拿过来的 对 刮好几下 你看 刮一下 刮不完净吗 你看我这种弯的 我这个弯的也很难弄 来来 倒换给你 我都刮完了 刮完了 陈老师 对 为什么你的那个那么快 就刮完了 我们俩这个这么难刮呢 看下我的红薯 是吧 它条形 长 外表比较光滑 小林你看 长得比较平 这个是小林买的红薯 对 对 就小 用弯厂家来讲 他们也喜欢这种 这种薯形漂亮的 不管它刨出来的瓶 或者条 它们都比较漂亮 比较有规则 那像小林这边 就是这种弯的 厂家为了保质保量 肯定就会记住了 浪费大 耗人工 产品品相不好 采买的时候 在田间地头 就要抽查仔细 及时剔除这样的红薯 它这种红薯 长成这个块 是什么原因造型的 同样两个地瓜长下去 如果这个土壤比较硬的 它长下去 可能就会完全会激情 比如像这个土壤比较松的 像撒土地一样的 它增长下去就会比较直一点 个头也稍微会大一点 所以它调性就会比较漂亮 抽购这红薯的时候 你要看它的土壤 土质 要看它是否松不松软 对 还是得自己到地头去判断 对 红薯畸形的原因有很多种 最常见的就是土壤粘性重 透气性差 板结 造成红薯在发育的过程中 膨大受阻而长畸形了 所以采买的时候 一定要检查种植地的土壤 林兆平对红薯生长特性的不了解 导致了这一问题的发生 但是陈德生认为 外观畸形 并不是林兆平的红薯 卖不出去的主要问题 究竟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它将在下一个环节揭秘 像这种畸形比较严重的 可能就没用了 不能做产品的 对 现在就只剩还有七个 七个 看一下这个七个 我们现在勉强能够用的 这个就拿来切断 切条 削完皮后的红薯 要经过蒸煮才能进行 后续的加工 蒸煮这一步又会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呢 闻到红薯的味道没有 闻到这个红薯的香气 当时我们切切块的 你们现在来品尝一下这个 看看什么味道 有点苦 怎么样 就感觉像是红薯坏了的那种苦 有点苦 我为什么这里切断 当时我就发现 这个跟红薯就是坏掉了 不好的了 当时发回来货 看着是好的 到家就是坏的 赔呗 就该丢的丢 该赔的赔呗 陈德生在仓库调查的时候 就发现林兆平的红薯 大部分是这种发苦的 这就是他的红薯 卖不出去的主要原因 但是小林在现场选货的时候 也进行了检查 为什么还会出问题呢 看着这个颜色不错嘛 它果肉里面颜色就金黄金黄的 我现在拿两个新鲜的红薯 来证明给你看一下 你就懂了 来 什么呀 过来这 来 先拿个秤 这两个红薯是不是都 个头都差不多 我们一品看下去 对 看下个头是不是都差不多 差不多大吧 大小都差不多 你盯量一下你就懂了 你看一下 试一下 好像是 像这个我们大小 虽然两个红薯差不多 172克 172克 对 像这个你看看 这更沉的你看看 224克 224 172克 这个轻的它的品质就很差 还有一个之后 你能闻 闻一下也可以闻得到 你看一下 闻一下这个 有那种苦味就我们刚爱吃的 对 有 真的闻起来是苦的 对吧 像这个好的红薯 它的表面外表就比较光滑 像你看一下 像这个有毛病的红薯 你看一下它就比较粗糙 揍吧发的 对 对 揍吧发的 凹凸不平 就是当时它红薯 它就已经有黑帮了 有黑帮就在了 对 加上时间一长了 你看它就一个印一个印了 全部出现这种状况了 像我们消费者自己买的时候 是可以去感受 去颠去闻 但像你们那么大批量采购的话 这种办法能行吗 拼一个拼了去抽查 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去抽查 对 这肯定就是经营的问题 因为小林也是刚出来 没有多久 所以都会有一些失误 看走眼之类的 红薯内部如果发生变质 会慢慢失去水分 随着水分的流失 红薯表皮会变得坑坑洼洼 十分粗糙 而造成红薯长黑斑 发苦的原因有很多种 作为红薯代办 在采买的时候就要检查仔细 表皮皱 而且坑坑洼洼的 就不能收购 发苦的红薯 是不能用于加工的 它就不能做产品了 直接是不能用了 等于现在只剩下这些了 接下来蒸煮好的红薯条 在加工的时候 有的会用来油炸做薯条 而有的会进烤房做红薯干 陈德生选择了油炸 这个环节 他会跟林兆平分享什么经验呢 小妹啊小娘 我们再品尝一下 这个我们刚才油炸出来 尝尝 这口感 那我就现成黄的 就是外面是酥脆的 里面是有薯香的 挺好吃的 在品尝一下这个 我们说颜色不怎么好看的 这个很干 就是外面是干的 里面也是干的 刚才那个外面干的 里面是软的 对 对 这个地面含量是最高的 品种不同 所以我们工厂 需要哪一种产品 加工哪一种薯条 所以我们就要去采购的时候 要认准这个品种 要分清楚 对 它的特性 我们比如像油炸的 我们就要水分 稍微大一点的 对 比如我们做倒蒸中的 就那种淀粉含量高一点的 不同淀粉含量的红薯 口感完全不同 因此它们就用于 不同产品的加工 比如低淀粉含量的红薯 适合炸 炸出来的红薯 比淀粉含量高的酥脆 淀粉含量高的适合蒸 做出来的红薯干 软糯香甜 如果采买时 没有了解这些特点 就很容易采买失误 导致红薯销售不出去 整个调查分析完 陈德生认为 林兆平对红薯特性的认知 还不够 对一些红薯品种也不了解 才导致目前的困境 于是他决定带林兆平 去熟悉一下 不同品种的红薯 来提升认知 红薯品种不同 特性就不同 傻傻分不清 就会采买出错 认真学习了的林兆平 能否摆脱困境 敬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巧选红薯 生财有道 陈老师这是什么地儿啊 这个就是我们连城的两种厂 林老师今天是这样的 我们过来看是 除了看这个龙薯酒 你看一下还有其他什么品种吗 这边有上百个新品种 引进这个试验 上百个新品种 差不多啊 连城当地相关部门 为了发展红薯产业 在这里试中了很多红薯品种 为产业的相关从业人员 提供技术支撑 那么我们分两组 挖一些有代表性的品种 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好 这样最好的 我们用这笔跟纸把它记下来 然后全部摆在这里 好 哇 好了 87 咱选的这些品种 它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您跟我们说说 那我们一个个介绍嘛 这个是龙薯601 它特点产量高 我们切开来看一下 红色的 这可以做成连城红薯地瓜干 接下去这个 就是龙薯9号 龙薯9号目前全国 种植面积最大 红薯当中 有点偏黄一点点 又可以鲜尸 也可以拿来连城加工地瓜干 这个是广熟87 也叫绑粒熟 它就很香 那个蒸出来像绑一样的 主要是鲜尸 加工更少的 做出来地瓜干比较硬 最后这个它就有点不一样了 跟别的 红薯很小 它主要是吃叶子的 吃叶子的 吃那个像空心菜一样的 它这个很嫩 这些带回去可以炒盘菜的 很多品种是我们没有见过的 就是该不能要的东西就是不能要 然后对自己要的要求 这一下林兆平算是开了眼界 也看到很多之前不了解的红薯品种 也知道了不少采买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依据陈德生教的药领 林兆平开始处理自己库存的红薯 那就看一下小田这个地瓜拿来分一下 看一下有多少有用的 有多少没用的 哇 这个个儿那么大 有黑帮了 这不要了 里面就不好吧 那这儿有如果是这样的呢 它呢过程中已经病变了 这种这个已经没均了 扔了嘛 这一袋不行就都不要了 这一整袋都不要了 是不是看着也挺心疼的呀小林 心疼啊也没办法呀 花钱买教训 小林的这个呢 这个行 该扔的扔 选出来的这些红薯 林兆平可以以低价 卖给宠物食品厂 他们也需要红薯做原料 再次去到田间地头采买 林兆平会有变化吗 这土质怎么样你说 这个土质 它这个还是属于这种棉土地 但是就是之前我们也看到地里面 还有这个烟的那个梗 它这个是属于当时种完烟之后输松过了 所以它哪怕是棉土地它种出来的红薯 它品质也很好 看它这样成长 说话好像也是越来越有经验了 陈老师您给看看这个 算不算是满意的作业 表皮光滑有重量 有重量 放在手里它是压手的那种 再回到红薯地区 我的心情就是 我们做任何事情 其实还是得认真 还是得把品质把控好 一个合格的红薯代办 不仅要了解红薯的生长特性 形状品质等 还要通晓红薯加工企业的需求 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林兆平还需要不断地学习和积累 近期又到红薯采买的高峰期 林兆平向组发来了手机视频 不断地学习有进步 那我们现在同时啊 各方面的技术啊 都要获得我们的整个地面啊 像不已经比较往上了 现在都可以比较成熟的 去掌握这个技巧 然后给这些加工企业 做好的做服务 然后对个人自身的成长 也是比较大 创业养牦牛 黄世杰却屡遭挫折 唯一的小牛都跑丢了 高原山地野兽众多 小牛究竟跑去了哪里呢 那今天咱们打算去哪找 就在那前面 有了有了有了 专家能否帮助黄世杰 解决找牛难题 拿棍子小心走 寻找走失的牦牛 敬请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